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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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院长等于是柯文哲的长官李源德是这么评价柯文哲的 他说自以为天众英才其实不过耳耳 能力有限 只好巧言吝啬应付大家 在过去是闹市之辈 现在兴风作浪就是他的本能 好 这是他前长官对他的评价 曹新成又怎么说的呢 曹新成说柯文哲基本上就是七三八二之辈 如果让他跟共产党勾搭的话 就很像小狗跟狮子来交朋友 你应该知道谁是小狗 谁是狮子吧 好 如果说对柯文哲的评价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套用之前他针对这个北流要借场地 他说的太监说这句话 当时引发文化界很大的反弹 那么其中就有一位文化界的讨仁共 请大家睁大眼睛来看看 这个人是很有可能当总统的 那我们就问了 这样的人当总统您能接受吗 国民党吞得下去吗 我对现在国民党的很多的这个做法 真的是感到非常之匪夷所思 堂堂大党真的要吞下去 真的堂堂一个大党会变成柯侯佩吗 我真的不能想象 即便是朱立伦 侯友宜都说 柯侯佩是选项之一 柯文哲还是自己下放话说 我最想要佩的还是柯韩佩跟韩国瑜佩 侯友宜先生 你逢走到这个帝宝 你真的吞下来 你现在是不是来上得很严重呢 好 看看有没有办法 国民党加油 把民众一口气打回4%党 不过柯文哲最厉害就是这样 今天透露出来的不分区名单里面 居然有郭正亮 有蔡振元 蔡振元何许人也 他在跟连胜文选市长的时候 蔡振元可是连胜文的头号大军师 没有想到柯文哲最近是常常跟他请议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找最了解国民党的来对付国民党 应该这就是毛泽东的手楼 好 我们今天好好的分析先来介绍以后来宾主任 介绍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郭国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真正习教授 范志明老师 惠明好 大家好 介绍自日门帖王诗琦 大家好 我们在介绍是这个头伴的进办发言人 张维源 惠明好 大家好 我们介绍的是时事评论员王宜川 大家好 自日门帖康仁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是时事评论员吴静怡 大家好 也算是科学家 等一下听他好好的来分析柯文哲 好 这个讨论一开始带您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有国民党的来宾 明显就讲了 谁娶谁 谁逼婚 这个谁情乐谁 听起来其实都蛮不舒服的 不论如何 侯友宜给柯文哲的期限 已经到了 现在进入政党协商 也就是说 就没有全民调了 没有所谓的党内初步民族选举了吗 我们来看VCR 董董 侯友宜一票 我们政党 侯友宜一票 等不到柯文哲迎娶侯友宜 整天陪小鸡拜庙 眼看民主初选 全民调瞧不拢 宣布别再纠结 启动政党协商 但仍有前提 这已经来不及底下 那当然就是进到政党协商 不管是侯柯柯侯 就是要同在一张选票上面 和朱主席一打一唱 新娘确定再来谈 愿在彰化的柯文哲 虽同一三人坐下来 但忍不住抱怨几句 那就政党协商可以 你今天就拿一个 不同意的比赛规则 那强迫就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 没否认熟义的新娘是韩国瑜 但被诸侯接力打脸 当面讲的可不是这样暗酸 太不专情 提醒一下柯主席 那天你跟我聊的时候 是讲两位女生 我是听的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 不要想嫁掉他去嫁 传出两位女性指的是 柯志恩和周开莲 一男一女则是周开莲和郭台铭 只是进入政党协商阶段 谁振谁负也得瞧 时代力量主席万万欲发文批 蓝白和戏马 戴戏托棚 仿佛公开政治分赃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认为 11月起蓝白两队要打出一波气势 11月10号前 教练团要排出新阵容 调整战术 拟定新的攻守策略 若没有上述的步骤 那下半场就继续垄长的垃圾时间 大家提早下课 更传出蔡震源郭正亮将列 民众党不分区 虽然两人否认 但柯文哲一边谈判一边挖墙角 蓝白和短时间内很难谈成 好今天朱立伦跟侯友宜是联手了 因为他们都是扑书啦 所以说话较书文 但是我们把他的话兜起来一起看 简单讲 他就是说柯文哲你白菜 什么事情白菜 这个要进入协商的时候 讲到副手的问题 侯友宜说 柯主席一直在谈跟谁配 怎么配 今天听了朱立伦说才知道 柯和朱立伦说副手的时候 是贴两个女的的名字 但我现在听 他跟我听柯文哲讲的时候 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名单不一样 所以呼吁柯文哲 女孩家别想嫁太多亲家 好朱立伦的共 真的是不一样 本来不是两个女的吗 最近又推出说考虑跟韩国愈合 认为柯韩配才是最大的选项 然后呢 这个讨论来讨论去 柯文哲就是看 虎友宜真的非常闷 我实在是想闷 人家做新北市长的满意度 也高过你当台北市长满意度 高那么多 市民对他的满意度 比对你的满意度差这么多 你现在就因为民调稍微 偶而高人家一下 一直看虎友宜没有 所以呢 这个政党协商怎么协 我跟朱立伦是主席 对主席 这个阶段不可能把侯友宜 排除 意思就是说下个阶段 我们就可以把侯友宜 排除了是不是 哎 啊川兄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阶段也不可能把侯友宜 排除 然后呢 这个陈志涵在出来放话说 哎呦 侯友宜是讲公公公公 事實上侯友都沒有當副手的選項 話很多 對啦 侯友說都沒有認同住在等柯文哲 去跟公秦贏 帶戒指 去跟求婚 就說不去 柯文哲就沒有去 你住在等 那叫慈情的拖河 拖河 當然今天以後主理論說 沒有啦 再說看看 主理論是美人 美人為了賺錢 他當然說沒有啦 再說看看 說看看 我們不要太急 今天柯文哲又反過來 柯文哲說 我也沒有說一定不可以 還是可以談嘛 可是侯友宜發臉書 侯友宜發臉 侯友宜還幾月幾號 幾月幾號 他說我讓步三次了 我已經扭三頭了 然後你還在外面給我劈腿 你要來 你要來找外賤情 你又去找郭台銘 現在又傳出 你跟主理論說兩個女婦 跟我說的時候說一男一女 你是在爭小的 對這個侯友宜來說 我剛才一直等你 我一直退讓 結果你還是這樣子搞 所以國民黨裡面 當然有人說 不然大家來玉石俱焚 不然大家來同歸於盡 我記得2014年 2014年民進黨是叫人 柯文哲 去家教班 像我來做過的家教老師 家教班 送人給他輔選 他當選之後又一大堆人去做他的局長 2018年 差不多2014 15 16 17 民進黨就知道 這柯文哲創架 2018年柯文哲只好自己從民進黨裡面去找人 所以2018年還是有部分民進黨的人去集集 到了現在二零二三 二零二四 柯文哲跑去國民黨裡面找人 他要裂解掉國民黨 柯文哲只要國民黨的票 不要國民黨的人 他認為優秀的人才是人 所以才會有什麼 比如蔡振元 蔡振元 這一類的才會 比如郭正亮 比如說郭正亮 他會開始去做選擇 這個才是 那這樣裂解下去 比如陳之翰 國民黨就會有人舉手說 我也是啦 我是國民黨 柯主席我跟你比較好 其實那個侯友宜不太行 不太行 我沒有很喜歡侯友宜 到最後國民黨會有一堆這種人 柯文哲邏輯 柯文哲在跟媒體參與他講得很清楚嗎 第一選票沒有我柯文哲 賴清德就調了 選票上有沒有侯友宜都不重要 賴清德也是會調了 如果要我柯文哲當副的 賴清德也是會調 他的邏輯很簡單 誰都可以跟我配 就是不要侯友宜 藍白可以合 白藍可以合 就是我柯文哲當政的 至於國民黨 他一開始跟國民黨講什麼 他說如果輸了 國民黨就 這個侯友宜就退選 第二階段他說那侯友宜可以推薦副總統 他從來沒有講說 如果初選完 我贏我贏我贏 侯友宜當副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要侯友宜 他只要白藍合 他完全沒有要侯友宜 他就嫌侯友宜的代曬 侯友宜說什麼 侯友宜說 要結婚就要情投意合 甘情要好嗎 不然怎麼生小孩 侯友宜你的觀念很弱 人家進入第二階段就是要生小孩 現在沒有結婚也能生小孩 直接生 總統配不起來 總統配不起來 那孩子 侯友會自己說 生出來的小孩才會健康 聯合政府 聯合內閣 現在進入第二階段就是要生小孩 要生小孩就是要立委 立委大家來討論 政治來討論 至於總統 副總統 我們那個配沒有關係 意思是說 總統 副總統 這兩人沒要結婚 先來討論後面要生小孩的事情 所以先生小孩 總統 副總統 朱立倫的說話是說 要結婚不結婚 人家跟他講 可是重點 要先把小孩生出來 所以你覺得合得起來 合不起來 表面上到現在還沒有破局 所以侯友宜很空 人家朱立倫叫科文說 沒有啦 沒有破啦 再講看看 我也沒有一定要怎樣 只有侯友宜自己宣布破局 好 來 侯友宜喊話柯文哲 名義在等你的答案 我三次讓步囉 你柯文哲卻是寸步不讓 他在說我什麼聽 說給他的志祺真聽 我堂堂一個新北市長 跟阿納說我名義支持度 也是我做事 民眾肯定的人 也比肯定你柯文哲的人多 承什麼你寸步不讓 所以呢 什麼十月十號怎麼讓 十月十四號怎麼讓啊 十月十六號怎麼讓啊 十月十三號又怎麼讓啊 觀眾應該也是分大天啊 反正讓讓讓 結果呢 今天就有一個消息出來了 金浦中接下來進入實質談判 金浦中會退居第二線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幾月幾號怎麼讓怎麼讓 這麼硬的稿子 就是金浦中的意思 其實侯友宜沒有要這麼硬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委員 到底國民黨現在是要硬還是要軟 真的是柯文哲跟你們冷頭沈棍嗎 侯友宜講讓人生意 他撞不掉啊 要講出來嗎 一直被柯文哲 假如搞搞 他還是要把自己立場 你怒了沒有 你生氣了沒有 我跟你講 你們是劈雙耶 吃半罐也是死 一罐也是死 紅紅的一把火在燒啊 你也氣了 沒有我跟你講 因為老實講 柯文哲講的話 對國民黨來說 包含侯友宜本身都不太客氣 那我們的支持者 其實這兩三個禮拜 對於柯文哲跟民眾黨講的很多話 其實我們是真的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柯文哲跟他受訪還說 什麼我們都硬要他接受我們的遊戲規則 沒有耶 我們要跟你坐下來談耶 甚至侯友宜前兩天還講出柯侯配這樣子一個關鍵詞 這關鍵詞出來之後老實講我們支持者是炸鍋的 覺得說哇怎麼這個時候連侯友宜都要跑去當富的 我們泱泱大黨我們國民黨的眾多縣市首長 那我們沒有這個籌碼 那就去跟他談判嗎 這樣子一個這樣子一個論述方式 其實像對我們支持者來說 真的是大家是同仇敵愷非常生氣 那所以回到柯文哲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讓到這地步 你到底還要吃我們豆腐吃到什麼時候 那可以 可是你看柯文哲他內在潛孩的潛意識是什麼東西 雖然表面上一直在罵國民黨 一直在罵口侯友宜 甚至來說選票上之後 我柯文哲出來選才會贏這樣子 但問題是進入政黨協商的時候 他也接受啦 很奇怪 藍白他很好玩喔 每次接近破局的時候 上次破局是什麼 金埔中黃山在台灣僵住了 柯文哲跳出來說 我跟後遺見過面 攔起一線希望 後來現在看起來後遺 delay過了 又要僵住了 柯文哲就跳出來說 沒關係啊 我們進入政黨協商啊 所以你從他的這樣蛛絲馬跡來看 當然他有可能是為草生這樣 另外一方面也代表說 民眾黨其實他有核的一個想法嘛 為什麼他要核 很簡單啊 延續民眾黨 他未來的一個政治資源 跟他的一個人才培養 這就這麼簡單一個邏輯嘛 所以他現在做這很多事情 我必須跟後遺者講 加上你很多對外放話 的確是對侯友宜跟對國民黨不太友善 那不太友善過程中 你們都吞了耶 怎麼那麼忍辱負重 怎麼這麼會忍辱 我們多麼忍辱負重 所以你們要繼續談 現在目前就是說 進入所謂政黨協商 是誰說要把民眾黨打回四%堂 說出來 我打給他一票 這個人 我真的不知道啦 選票上有沒有他的名字 打回原諧 沒有啦 我們覺得就是說 好好國民黨把自己做好 那接下來如果真的要坐下來 朱立倫、侯友宜跟這個所謂柯文哲 也不用擔心 侯友宜會被賣掉 因為侯友宜是經過國民黨的這個 中常會跟黨代表大會 通過的一個中的候選人 你隨便把他從所謂總統的 這個候選人或選票拉掉的話 基本上國民黨的最高民意機關的 權力機關 還是要通過類似的表決啦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啦 T台有一個最新民調了嘛 只有20%認為合得起來耶 對啊 其他幾%認為是合不起來 應該有很多國民黨是什麼心情是什麼 乾脆我跟你同歸於盡算了 我們同歸於盡 沒有差這四年 西北風喝了八年 再喝四年是剛剛好而已 是不是 我最後講喔 我覺得柯文哲這個人 變來變去的 你永遠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麼 跟不要什麼東西啊 所以他今天真的進入政黨 其實他突然說沒問題 我我這個願意合 總統副總統 我都不可以討論 都會讓出來 老實講 我覺得不意外啦 他現在在創造他的一個籌碼 跟他談判的聲勢而已啊 把他民眾黨的這個支持者 越來越凝聚 他籌碼越大 越有機會跟國民黨談判 所以這六成認為合不起來的 其中有幾%是國民黨生氣的人 應該是說國民黨裡面比較有骨氣的人 有幾% 我相信超級多 國民黨有骨氣的人 現在真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你不要在那邊玩火自焚 我跟你講 他們又捅你們一刀 侯友宜堂堂一個大探長 堂堂一個大市長 他接受三個平面媒體 同一天專訪 同一天露出 上面寫的是什麼 我也可以考慮柯侯佩 結果呢 民眾黨私下捅刀了 哎呦 侯友宜私底下才堅持不當副手呢 又捅人家這一刀 所以侯友宜是說 你們理解是不是有問題 說清楚 為什麼要講這種話 所以呢 剛剛這個 其實這幾天我發現 這幾天國民黨籍的來賓 包括競平 包括明顯 包括這個 維園 都說了 其實國民黨內部支持者是很生氣的 所以開始出現什麼 主戰派說 寧願讓賴清德當選 也不要養大柯文哲 乾脆同歸於競算了 再來 藍營有人揚言 把民眾黨打回4% 什麼東西 我們都要跟你求婚了 你還跟我講說 披霜喝半罐也是死 朱立倫還是何四老 他說不管這樣配那樣配 侯科科猴 贏賴清德10% 真的嗎 因為基本上 類似的這一種風聲 我們都有聽聞 不過就藍白河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有密切在觀察 注意 因為政治終究是充滿一些變數 而且特別是侯友宜提出說 他不一定要當政的 那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在綠營裡頭的討論度算蠻高的 或許在藍營裡頭炸鍋 可是我們一直在觀察說 到底會合 不過賴清德 他基本上目前的態度 就是打算一對一的對決 就是說即便他們合 我們也是要對決 因為這畢竟不是在 超之於在綠營的部分 也告訴群眾說 一定要有這種心理準備 即便對決的情況底下 我們不會輸 我們也一定要贏 已經在開始做這種信心喊話 不過你如果從倒推 回來說 一開始的所謂藍白對話的話 是在這一個 柯文哲要赴美之前 然後選輸就退掉 這個部分 其實一開始的戰場 是由柯文哲所設定的 他已經掌握了 這一個整個主導權 所以幾乎在三個禮拜左右 幾乎都是柯文哲的一個主導情況底下 當然猴就一直被耍著玩 耍著猴 耍猴系一樣一直耍著玩 那到後來呢 到了什麼情況底下 我們在發那個 那個猴友宜才醒過來 就說我不一定要當政的 他展現出一個更大的格局的方式 說我顧大局 那今天的臉書在講說 那個我已經是三次讓步了 只是你順步不讓 如果是照我這樣理解的話 某個程度 他已經要準備 醫藥勞著笑美本 如果將來真的是藍白破局的話 你看我讓了很多 我百年政黨 我說我可以當副的 結果你還是不願意 那我要問的是 你政黨協商 你人選可以直接搞得定嗎 你遊戲規則 你已經談三個禮拜了 當然後面的部分 到D date 下一個登記的D date 是十一月二十四號 你大概還有約六三個多禮拜的時間 或許還會隱藏一些變數 可是你要告訴我們說 前面你在對話過程當中 都不是非常的順利 所以說你到底要生出什麼樣的小孩 各自他生自己的小孩 這個都有不同的盤算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應該說政黨這個協商的部分 是進入所謂的下半場 至少侯沒有一直被挨著打 不像之前那一段 來大家好好談一談 到底是真的要談正的或負的或負的或正的 這樣如果談不下去的話 打一點悲情牌 每一個都是打多 我是受害的 表面上都是在對話 但是私底下都在放話 那所以說 我認為目前為止 藍跟白之間 競爭還是大過於合作 但是還是要保留 他們是不是真正有合作的可能性 這是綠營目前一個基本的態度跟觀察 好時期 所以國民黨鷹派是逐漸抬頭嗎 國民黨真的會變這麼有種嗎 還是他們想到說六千個位置開玩笑 但陳輝文還有陳敏鳳前 今天有講到 其實雙方早就談好了 現在只是演戲衝生量 他還陳文元還點名諸科 你們眼睛都很差 為什麼這個輿論圈裡面就有聽到說 藍白雙方早就談好了 如果談好了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消息有一點紛亂 就是有一種說 其實已經談好了 但是如果雙方底線都踩得這麼硬的時候 柯文哲是如此的瞧不起侯友宜 侯友宜你在選票上 你也是選不上 反而我會被你拖累的那種感覺 然後互相吵架的這種狀況 我會認為說 沒有已經談好了 如果已經談好了 你們不會講話這麼的惡毒 惡毒到什麼程度 就是剛剛講過 一個說你給我皮霜喝嗎 然後另外一個在那邊講說 你是睜眼說瞎話 然後在那邊說 你都只想到你自己 好退萬步 就算這兩個人 同時在一張選票上面 那就可以畫線有沒有 畫漫畫的 他說他只想自己 他說他喝皮霜 你覺得這樣子 這一組人選得下去嗎 還有就是說 國民黨內部 就是每一個民意代表 其實他們的服務處 都接到無限多的電話 都開始在那邊罵說 既然這個樣子 是何必要跟委屈 到跟柯文哲這樣子人去 去喝 因為我覺得 對國民黨支持者的情緒來說 賴力頭也是自家的好 侯友宜再爛 也是我們家的寶 還輪不到你一個外人 來這邊踐踏他 要罵他 要這個踐踏他 也是我們國民黨自己來的 那在這種情緒之下 國民黨內部的確有兩種意見 現在看起來鷹派 這個把你柯文哲算了 我們就挺著胸膛倒下去 反正民進黨執政已經八年了 也不是不習慣這樣子的生活 再忍個四年看看 習圖再起 然後反而可以讓你柯文哲 不要繼續的吸我們的國民黨的血 繼續的長大 就算了跟你切得一乾二淨 畢竟民進黨這個傷痕累累的經驗 前車之間也是擺在眼前 這一派的聲音的確是變大了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人說 不行啦 我還是很希望說 能夠組一個最強聯盟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國民黨中計了 第一個藍白河的議題 為什麼吵那麼久 因為柯文哲缺聲量 他必須要有聲量 否則他之前的討論全部都是負面 有聲量就會有支持度 他就會他就會嗨起來 因為他沒有他沒有組織入戰 他唯一的支持度是靠聲量衝起來的 第二個我成功列解了你國民黨 你國民黨變兩派 那你主戰派 就算有一群人要主戰派 但是還是有一些是歌派 說這些人有可能他會被我吸收 這一切就是已經被他 已經被柯文哲吸了很多血 所以國民黨傻傻的還在那邊跟他玩 還在那邊政黨協商 你們用公開透明的遊戲規則都談不下來 然後關門你覺得談得下來嗎 不要再不要再做夢了 不太可能談得下來 你覺得談不下來 我覺得你站在60%的這一篇 老師你的觀察 這個玩來玩去 柯文哲難道就是最大的贏家了 賴清的聲量也變低了 侯友宜生氣了之後 可能有贏到一點同情票 我是覺得侯友宜 就是性別的判斷上有一點問題 他昨天是說你柯文哲有沒有說清楚 到底要不要娶我對不對 把他自己當成是女的嘛 他今天就說 哎呀一個女生不能嫁太多傾家 還是講柯文哲是女的 還是說他支持女女恋 他多元成家 他多元成家 還不錯支持女女恋 我也贊同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柯文哲 今天侯友宜就在行訴一個 我是一個被害者 我是被柯文哲的不斷欺騙 然後不斷毀約 我的情況是如此 這個好像 就是那個 他有點蔣介石上升 你知道嗎 就是1937年7月7號 日本不是發動那個爐溝橋事變 那時候蔣介石還不願意跟日本衝突 他講了一句名言叫做 和平未到絕望的時期 絕不放棄和平 犧牲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輕言犧牲 現在侯友宜也是一樣 就跟當時蔣介石一樣 我們還是繼續和平 還是不要輕言犧牲 可是問題是可能這樣子嗎 柯文哲很殘忍 侯友宜是要去跟柯文哲講說 你要不要娶我 我是當你的副手 柯文哲在講說 他說他講是另外一個男生跟女生 他不是在跟你講 我跟你配喔 男生應該就是韓國瑜 對 就像一個女生說 跟一個男朋友講說 女生會是誰 周開蓮嗎 有可能 就是說 一個女生去跟一個男朋友講說 你要不要娶我 要不要娶我 這男朋友說 哎呀那個別的 我以前的初戀女朋友多好多好 對這個現任女友來講 情何以堪 我跟你講 是要不要我們配 結果你跟我講周開蓮 你跟我講韓國瑜多好 那侯友宜不是在那邊坐冷板凳嗎 那我算什麼 一路被糟蹋 對呀我倒貼 乾坦共就是一路被糟蹋 我倒貼你都不要 我覺得侯友宜的個性 應該現在是心裡氣得壓 心裡憤怨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放尊重一點嘛 我人在你面前 你好歹說一下 我們兩個怎麼搭配 一直講別人好 之後講周開蓮多好 講韓國瑜多好 朱立倫都說了 不管侯柯柯 都可以贏賴清德10% 對啊 那你在計較什麼 他就是不想 不想跟侯配嘛 因為他知道 他的支持者討厭侯嘛 對不對 你看之前他們在 那個凱盜辦活動 郭台銘來 還有菸掌聲 侯友宜一到 下面的柯本 比暗戰 比道戰都難堪 所以柯人知道 我跟你配我完蛋了 我的基本盤 都跑去投賴清德了 所以我就覺得 今天侯友宜 大家都是為自己盤算 對就是 妹友情郎無異 那這樣子 即便結婚 感情也不會好嘛 這個婚姻就是 這個就是政治紛章 對不對 就是家暴會出現如此 任俊 所以你看合不起來了吧 但是為什麼陳輝文跟陳美鳳 之後其實藍白都講好了 現在只是過場跟演戲 不是我講實話 這個戲走到今天為止 大家覺得好像都講到難聽了 破局了 山窮水盡已無路 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是你光看嘛 前面講重話的是誰 金普聰啊 如果只能二則一 就不要再談了 隔天黃子澤跳出 哎呦大家誤解了啦 不是這個意思啦 大家覺得好像有轉環了 侯友宜跳出來 獻其答覆 沒有沒有就就就不要了 突然今天侯友宜說什麼 哎呀進入政黨協商 還要講 還要再搞 你以為前面大家都在等啊 侯友宜是不是就出來講說破局了 沒有 要政黨協商 柯文哲也很可愛 柯文哲說政黨協商 基本卡三個 朱立倫 侯友宜跟柯文哲 這段時間到底在做什麼 這三個禮拜 大家看來走來走去 又回到原點啊 所以你說到底有沒有談好 我認為大家都不想破局 最少在這個階段裡面 檯面上還是要搞的 好像大家都還有誠意 但我真的認為就國民黨 現在的基本的問題 不在跟柯文哲之間 其調的還是朱立倫跟侯友宜之間的狀態 說真的 因為前面的那個幾個談 雖然那個當時在跟柯文哲的代表 黃三談的時候 是有黨的那個黃建廷在 還有這個金普聰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段時間新聞 都是金普聰為主 現在講說換金普聰退到二線 如果早可以有這個選項的時候 你前面這兩個禮拜 他不就又白走 就一直在講說什麼時間緊迫 時間緊迫 把時間搞得更緊迫 所以我覺得這場戲走到今天為止 說真的 原先朱立侯友宜那邊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先決定好 總統是誰 其實他們也沒有那麼care副手 我就說真的 最早喊出來說總統只能誰做的 那不是侯伴嗎 那時候也是講說不可能接受 柯文哲當政的這個選項 國民黨沒有提一個總統參選人 我覺得怎麼想 我都沒有辦法講 對嘛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嘛 按照說柯文 真的有可能走到這一步嗎 國民黨沒有提總統參選人 直接提跟柯文哲合作 我先講 侯友宜原來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先談好總統的這一塊 你要談聯合政府 我們後面就可以談 因為先決定前面 從今天開始 因為現在正式進入到政黨協商 我認為他們方向會反過來 先談聯合政府 我們先把後面搞定 後面搞定之後 前面就可以再來談 但現在問題有一個 就是說當時朱立倫搞了這麼大一場戲 後來被郭台銘那邊質疑的 也就想要翻盤的時候 就來自於剛剛提到的全代會 如果你今天說我今天要換 就是國民黨決定 不要把這個總統參選人往前推 你要不要再搞一個臨時全代會 先用當年換住那樣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 國民黨內有一些人 其實他們就覺得說 其實不要搞這麼複雜 如果侯友宜自己願意退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的難堪 可是問題在於是侯友宜不願意退 我講白一點 是不願意退了 所以我對於藍白河的這件事 為什麼要退 對嘛 為什麼 沒有我跟你講 其實我講實話 就有一些人是講就是說 反正走到局勢這個局院 當然有可能主持人講那一塊說 藍的就因此集結 然後就大家都拼起來 當這個侯友宜拉抬 但我們也講實話 你又埋了一個伏筆 叫做政黨協商 表示沒有談死 沒完沒了 這些人怎麼可能會 因為這樣 而且就算這些人是這樣 早就給了侯友宜 所以我覺得對於侯友宜來講 現在又進入到了另外一個一個無限的輪魂 我沒有覺得藍白不能結婚 但唯一只有一個 就是會不會從原先光明正大 明媒正取的這種辦大的婚事 這種還是變成類似像明婚這樣 我們還是可以合作 但是檯面上你們各自去努力 你們各自去找 這個才會變成就是說 你看嘛 每次好像講死了 大家都等說好明天破局 沒有啊 又給你改一個答案 明天又再重新來過一次 又不見了我們好多爭論的時間 廣州公眾討論 馬上回來 好我們來看侯友宜 把三個時間點列出來 我們已經讓三次了 柯文哲卻是寸步不讓 這會不會讓藍軍稍微痛苦 看起來是有這樣的一個氛圍 但是我們來看看新聞 新新聞最集的報導 在野整合的主控權 是在柯文哲手上的 不要低估他想當總統的決心 柯文哲有民眾黨 身邊累積的能手 叫做屈職可恕 沒有完整的團隊 他知道自己的劣勢 所以聯合政府 國民黨低估了柯文哲 想當總統的決心 只要讓柯文哲當總統 其他都可以談 這是前幕僚的提醒 然後柯文哲就到處點睛 就像侯友宜跟朱鯉雲講 你到底是要跟誰配 一個兩個男朋友 一個男朋友 一個男朋友 到底是怎樣 一個男朋友到底誰人 呼之欲出韓國瑜 他說行政院可以給國民黨 侯友宜當行政院長 他也沒意見 但是他想要取的是韓國瑜 取了韓國瑜 深藍的票是不是就到手上了 韓國瑜回三個字 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不是直接拒絕 沒回應 只說不要吃我豆腐 我現在身體跟西嶺 都是幫侯友宜的忙的 不要在裡面 然後很多藍瑜支持者就質疑了 柯文哲 你在選妃嗎 你決定誰 誰就來跟你搭配嗎 侯友宜的支持者可能會覺得 柯文哲瞧不起侯友宜 會有負面的情緒在發酵之中 我要請問一下靜宜 柯文哲在選妃嗎 這話很難聽耶 他現在是不是快到玩火自焚的臨界點了 我想說柯文哲就是這樣 柯文哲就是心風作浪 政治情場我最浪 有沒有 超浪的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其實我自己知道的啦 就是說這個九月份 朱柯其實一定也都談了 因為也談了 所以柯文哲去美國之前 包含民眾黨 所有的人都在講一件事 叫做核阻那種叫做這個大聯盟 對不對 要核阻這個政府啊 是不是要改憲啊 要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九月份 柯文哲有沒有就跟朱立倫談好 這一題 柯文哲自己回答 再來 接下來 柯文哲從美國回來 手機一搞丟之後 哇 那個情場開始浪起來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很特別啊 為什麼 因為 侯友一字喊 我打給你都沒接啊 打給你都沒接 我跟你講 通常是這樣啦 男人沒接電話 到底有什麼原因 他回答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 我手機都搞丟了 不好意思 我手機都搞丟了 那在柯文哲的這個政治觀裡面有沒有 每一個都叫baby 什麼意思 但我跟你講 現在這一招就是不管 是什麼琳達啦 Tracy啦 什麼啊你電話輸入 你只要統一都輸入叫baby有沒有 接電話都不會喊錯啦 那什麼概念 他就把韓國瑜 郭台銘 侯友宜 朱立倫都叫 取名都叫他的baby啦 對不對 我之前有跟你們說好要藍白河喔 可是我沒有說藍就代表侯友宜喔 是你們國民黨誤會了 所以我就問柯文哲 今天侯友宜對你這樣子一枉情深對不對 跟全台灣的媒體說我此生就只督你一個人 我問你 他是怎樣 他是中了你的什麼 什麼很奇怪的什麼魔咒嗎 對不對 我覺得一定不是 一定是因為你們九月一定有達成了一個共識 而你的手機搞丟就是表演一個轉折 那你搞丟之後 欸奇怪 你那意思說九月講的話不算數了嗎 我猜是這樣 因為剛剛石琪姐姐有講嘛 石琪姐姐姐照到你來說 不對啊 九月如果能會談好 啊怎麼現在兩個人像吵架吵得這麼難看 如果談好嘛 那我要跟大家講嘛 柯文哲的個性就是喜歡心風作浪 而且他打從心裡本來就瞧不起侯友宜嘛 所以他聽了侯友宜幾個字 他就有點腦神經衰落就非常的敏感 有沒有 要不要就講什麼 欸欸 什麼起司法 忽然就講出說我也不要跟你喝披霜 有沒有 他就開始講出這些 這些難以想像對國民黨非常傷害的話 那更重要是什麼樣 他身邊的人 其實柯文哲吼他的個性很特別 他喜歡去做一些靠打開高槓桿的賭博 一直都在講說啊 這個在野吼的這個主流民意吼 百分之六十五%都在我柯文哲要當總統 其實柯文哲是錯的 他騙人 因為百分之二十是他當總統 但你要知道 百分之四十都沒有決定要誰當總統嘛 所以他用這樣的話術去魅惑國民黨 那國民黨覺得沒有柯文哲不會當選 但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國民黨 他就是魅惑整個泛藍嘛 那我跟你講他又很厲害 這個人是這樣 花蝴蝶 什麼是花蝴蝶 他在那邊搖擺一下 跟國民黨在那邊搖擺展現他的姿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現在只罵誰 他現在只罵 這個新潮流 賴清德跟新潮流 他不罵民進黨 為什麼 因為他的招數就是 他還是要泛綠的票 所以他現在的戰術就是這樣 花花蝴蝶 最重要的是什麼 大家會發現有一件事情 很特別 柯文哲 在他去見王津平之後變得很乖 廢話變得很少 為什麼 他這個人的個性就是巧言吝嗇 什麼是巧言吝嗇 我跟你講 他最怕的哪一種人 有錢人跟有錢的人 所以今天侯友宜 你不要難過 因為你可能沒有那麼有錢 因為租房子怎麼比蓋房子有錢 那這個你也不要難過 因為你的權力可能沒有太大 像喬王一樣這麼大 所以你要知道 他對郭台銘非常客氣 柯媽媽也對郭台銘很客氣 有錢 對因為有錢 再來他對王津平也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客氣 昨天王津平跟他講什麼 你自己選你也不會選上 對不對 麻煩你換位思考 柯文講這 王津平講這句話 對藍軍來講 有撫平傷口的效果 因為柯文哲說 我就算這樣給你後友宜選 你也選不上 王津平軟軟的告訴他說 你一個人也選不上 我不知道藍軍心情有沒有好一點 我覺得侯友宜不要在熱臉 去貼柯文哲的冰屁股 不是冷而已 是冰是不是 冰屁股會動傷 臉會動傷 那你看他昨天還真的很無聊 還真的弄一個選票有沒有 然後把柯文哲跟侯友宜的照片 配在一起 一個是柯侯配 一個是侯柯配 然後讓大家來選 他就叫民主初選 這什麼肉麻當有趣 兩個八字都沒撇 他兩個配來配去 這樣子搞來搞去 侯友宜自己也沒有創意 他的小編也沒創意 講一講一講 都同樣的一句話 我要跟柯文哲主席 變成一組候選人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自己 這個已經不是歹戲脫膨 這是爛戲脫膨 看著大家覺得很無聊 一點意思都沒有 然後每天就是侯友宜 在那邊吃吃的等 看著吃新的 等著柯文哲回頭 給你一個笑臉 我覺得真的 國民黨泱泱大黨 有這麼多執政的縣市 為什麼一定要搞成這個樣子呢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開大門走大路 就走自己的路好了 結果今天傳出兩政 藍綠兩政都來到了這邊了 蔡振元 郭正亮列民眾黨不分居 周渝修說 怎麼說他也算是民眾黨的秘書 聞所未聞 沒這件事情 但蔡振元怎麼說呢 蔡振元說 沒有不分居這個事情 但柯文哲確實多次造訪 跟密談一些事情 他說 我是基於藍白河的理念 像專科醫師問怎樣 有問必答 柯文哲只有一次建議 他說柯文哲只有對他一次建議說 哇蔡振元你要再出來為國家服務 所以柯文哲覺得蔡振元是個人才 他直接兩樣說 服務工職多年了 我只想住舒立說 如果真的要給他一個位置的話 他說他要的是國使館的館長 所以柯文哲游走在藍綠之間 是不是 我覺得國民黨其實要認清楚柯文哲的本質 柯文哲的本質 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他其實是要取國民黨而代之 他要成為一個最大的在野黨 所以他平常就是比國民黨更會罵民進黨 今天如果假設真的是白藍河的話 我請委員回去思考一下 當初的國慶河的結局 親民黨現在在哪裡 親民黨就消失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一個百年政黨可以被民眾黨給合併掉嗎 我想他的支持者會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目前為止 國民黨或許認為現階段短期內有一些利多 可以撥版面 可以蹭聲量 但是呢 這個過程當中的主導者很清楚了 其實柯文哲在玩這場局 玩這場局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還有一個非常天才的主席 叫朱立倫 只要這個藍白河或白藍河的話 那可以大贏 這個賴清德10% 有可能嗎 你可以把你的支持者當成資產 你可以把你的支持者當成交易的籌碼 你認為年輕人就會跟著一起走 你認為我的傳統的支持者 我的組織票 就因為跟你合作之後就全部會帶走嗎 我覺得這個一加一等於二的這個思維 基本上是不符合現狀跟後面的一個推演的可能性 所以我基本上是看到的是說 國民黨一直沒有看清楚這一段 但國民黨一直發現說前段時間已經被玩了三個禮拜後 突然醒過來 所以說他會訂一個daylight 就十月二十五號 十月二十五日之後呢 你之前講的遊戲規則都不算了 可是十月二十五號到十一月二十 十一月二十號之間呢 基本上還將近有一個月三個多禮拜的時間 老實講要民調也可以民調 你說要搞一個初選 也不是不能搞初選 其實時間上也都還來得起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就覺得上半場都被你玩到已經差不多了 我下半場怎麼可以讓你再繼續玩下去呢 結果一玩的結果呢 玩到後來現在柯文哲的民調就一直往上爬 往上爬 那個侯友宜更難爬起來 所以柯文哲啊 看起來是設定在一個總統大選的這個主戰場 你怎麼不曉得他設定的主戰場是在一個 那個國會的第二個主戰場 就是他的主戰場到底是哪個主戰場 那個國民黨的主戰場到底是哪個主戰場 國民黨要搞清楚 你的主戰場到底在哪裡 藍白河到底能不能合了起來 你只有一廂情願一支希望說一個藍白河 可是柯文哲一直始終到底 他一直想要白藍河 這種情況底下 大家都想要合彼此的情況底下 合得起來嗎 好 我覺得這個氛圍之下 柯文哲是最贏的 第二贏是好友誼 怎麼說來看T台的一個最新民調 四角都四角都 賴清德比上個月掉一趴 還是三十三趴領先的 柯文哲增加兩趴 來到了二十四趴 侯友誼增加了一趴 來到了二十二趴 郭台銘是下滑的 這個曲卿 他還沒有排上隊 三哈對的時候 怎麼特別注意的就是 賴清德是三十四趴 柯文哲已經來到二十九趴了 為什麼柯文哲可以玩這場局 因為國民黨想贏 沒有柯文哲不行 這才是關鍵嘛 柯文哲二十九趴 這個賴清德的差距 他跟賴清德的差距 從八趴縮小到五趴了 追上來了 侯友誼平盤二十六趴 還有十趴沒決定 阿川兄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可以主導這場局 國民黨沒有信心嘛 那事實上民調數字也顯現 國民黨沒信心是正常的啊 這一家民調長期做起來 好像今年暑假以前 柯文哲都還贏賴清德 暑假以後賴清德在贏柯文哲 所以這一家賴清德從來沒有做過 什麼四十趴三十八趴的 做到三十幾趴 一直都維持在這個數字上 那這一個這一個 這家民調公司 這個侯友誼永遠都是第三名 所以你說那個多一趴兩趴 其實變化都不大 另外一家的民調也是一樣 現在狀況就是第二名跟第三名 侯科兩家 其實就是根本就是捲在一起 每天上下一趴兩趴 都是捲在一起 其實都沒有多大的這一個變化 因為沒有多大的這一個事件 不過現在包括柯文哲 跟國民黨的證明 包括朱立倫說什麼 如果侯科加起來都會贏賴清德十趴 費月嘛 你把民調數字加起來 小學生也會算 加起來都會超過十 任何一個人去加下面那個郭台銘 也都會贏賴清德 這種選舉不是這樣算的 只要 柯文哲有說嘛 選票上如果有侯友宜 柯文哲的人不會去投啊 如果侯友宜是贏的 柯文哲是贏的 柯文哲的人就不會去投啊 像委員對不對 如果最後整合到柯文哲贏 侯友宜贏 委員也不會去投啊 委員心情不好 會嗎 也會回廢票 去抓狂了 我覺得很難投 就是說柯當政的 對你來說投不下去 柯正侯父國民黨的人不一定想投 同樣的侯正柯父 民眾黨的人不一定想投 因為像沒有這個善意 每個人都彼此在攻擊 怒火中燒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去投票 所以這兩邊彼此的這個 最穩定的支持者都會 好啦 就是說在民調上會跳到不表態 那如果他們兩個合在一起 我看合在一起 那個票搞不好 有些人跑到賴清德 這就是心情不好 不會爽 但是到最後投票的時候 會怎樣還不一定 不過各位可以觀察的是 這個郭台銘如果不選了 郭台銘的票 我跟你講郭台銘的票 一定留到柯文哲 對 這個是不用討論的 所以現在為什麼 柯文哲對郭台銘 表現得都很好 其實我說柯文哲 跟侯友宜剛剛說 那個叫做假送親 他們兩個才是 針對的競爭對手 柯文哲叫 郭台銘本隊 他就是負上意外 其實都要不告白 負上意外 心裡大家都有譜了 可是 因為侯友宜 叫柯文哲 希望他去上親 兩邊的時候都希望他們可以結婚 所以有時候說 其實那個女的也不錯啦 那個男的也不錯啦 有時候男的女的搞不清楚啦 環境就是都還不錯 也不想要把這件事公佩 所以侯友宜這島才是四街頭 侯友這島是四街頭 四街頭 他對陈 extras 那人家的男方 你問占東 他真無敞 你怎麼那麼豬 搜�еч 你這裡 剛才還要來幫我帶我到處一直在等 現在就四個在抖嘛 抖這些東西 所以到最後柯文哲跟郭台銘 他們兩個互相依賴 所以郭台銘接下來的動向 跟這一場的選舉 我判斷才會有重大的關係 好 跟大家說 我們有更多的討論嗎 帶您來看看是 大家要注意張大眼睛了 柯文哲真的很有可能成為台灣的總統 您相信嗎 馬上回來